我们这个滑板教学的内容的部分差不多 等一下我们要开始处理一下文字啊 等等之类的东西 所以我的呈现影像的部分大概是这些 好 再来 那我接下来可能会打一些文字 打一些文字介绍我的这一个影片 他的就是他的那些不同的招式是什么 这我们顺便就是教学类的 好 那我们要开始加文字 文字 文字怎么做 文字的部分的话它是算材料 它算材料 材料就一定要在左侧 所以在左侧的空排的地方按滑鼠的右键 好 请用New Item 有一个title 它就是文字 很特别 那这边我要特别说明哦 这个方法目前是4CS6的版本 从CC开始之后改版的 不在这了 CC之后我会变成是 这一排有多了一个T 文字的工具 你点了后其实就可以打字了 它的那个形态有点不太一样了 注意哦 右键New Item 那我们点打title 好 title进来之后呢 上面的预设值就是你当初的序列 的设定 预设就好 然后你的NAME你也不用管 它这是材料的名称而已 来 OK 好 你的字就会出现 它会给你一个文字的一个设计画面 那你进来后呢 中间这个框框是安全框 所以希望你打在框框内 字不要放在框框之外 怕会不见 好 那旁边就是一些文字的一些操作工具 样式在下面 它帮你设计好的样式 不一定好看了 好吧 我们自己用自己的 然后其他更进阶的设定值在旁边 好 首先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先打字 然后打完之后 我再看我这个字要摆哪里 好 所以后面这个预览视窗 是你目前滑鼠时间线的所在地 那如果你有想 你想要对应的位置的话 你当初进来的时候 就可以把时间先搬 可是我现在已经进来这里没有 我这里搬 还有改吗 有 对 没错 所以你等一下就可以想说 啊 我忘记先放了 可是我已经进来 没关系 你到外面可以搬 你可以去找到你想要排的位置 好 所以例如说 他准备跳的时候这边 他跳的时候 我这里要给他加文 这就是说第一招 跳来跳去 好不好 好怂哦 应该要有点立体的 第一招跳来跳去 好 来 所以老师这边要打第一招 跳来跳去 怎么做 旁边的T 旁边的T 你可以点它后 在中间点一下 就可以打字了 你就写第一招 通一个 你们可以打厉害一点 好不好 跳来跳去 好 跳来跳去 好 再来 然后这个第一招的跳来跳去 我可以改变它的文字的格式 位置 都可以自己调整 好 第一招跳来跳去 然后这个跳来跳去 老师希望它能够有黑色的背景 盖着比较好看 所以旁边这边就有一些几何图形 可以画画 例如说我们画矩形的 好 画 它就有形状出来 然后这个矩形的颜色呢 看右侧 你会看到一个填满 FIL是填满 填满里面就有个Color 可以换颜色 那你可以换 它这个有个滴管 我觉得还不错 是你点滴管后过来 你可以去选 画面中有出现的颜色 协调 OK吗 你可以去协调 然后下面的是填满色 填满色的部分就是外框色 你可以再往下找 跟它外框的部分 这外框的颜色可以改 这样OK吧 所以你这个是填满色 填满的位置 那我进来后啊 每一个都可以自己设 像这个阴影的啦 然后背景啊 看你要不要用 全部都可以自己设 所以它的工具都在旁边 来我们继续看 然后这个字进来后 我们要把它放在它上头啊 点箭头 移动 移动 大小 怎么办 你们两个怎么那么不合群 位置还不同 怎么办 你们猜 右键 右键有可以设定的吗 OK 然后谁 我现在点的是图哦 所以把它送到最下方好了 它就上来了 会不会 右键哦 记得右键就可以了 右键 好来 所以我们第一招跳来跳去 把第一招的位置跳来跳去 好 然后第一招放完之后呢 不好意思 那个动画类型的啊 这边有 但是很阳错 我们待会外面再来设定就好 好 所以就是 就是单纯的文字就可以了 那文字的颜色 点了后 旁边这边有颜色可以改 好同意自己来就好了 好 所以我们自先出来咯 出来之后呢 我们确定 确定在哪里 没有 没有 哪里有确定 我跟你讲 我们学电脑这么久 很想 很喜欢按确定 对不对 真的 然后我 我记得我很久以前 第一次玩Premiere的文字 就是为了确定那一颗按钮 我找好久 我想说 奇怪 怎么有软体没有设定确定 啊我现在 我要怎么办 我就不敢动 然后就去翻书啊 找资料 就第一次自己玩的时候 后来才发现 干嘛确定啊 啊你就擦擦按钮就好啦 真的 然后他旁边这边就多一个Title 有没有看到 Title有了 来 Title是不是要拉进来 放在这里 这个位置 例如说第一 刚刚没有抓时间来 听 这边好 往后拖 好 这边要跳第一招了 我希望把文字摆在这个 这个时间线的右侧 OK 他第二层是Video2 同学就把这个Title1 按住拖过来 叠着 这样就好了 好 当我播放时 第一招跳来跳去 好他跳完咯 OK 他是就不见了 所以你的时间的长度安排 你就直接拖就好 直接拖 直接拖就好了 这样知道我跳完了就换下一招 那我现在是不是要第二招 怎么办 再做一个 还是有偷懒方法 你们觉得 偷懒怎么做 复制贴上 哦好 你是说这边吗 直接右键复制 是这样吗 Copy 然后 假设在第二招是这边 第二招点这 他这边不能贴嘛 对不对 刚讲右键 所以你到这边去贴上他吗 Pass Insert 哇 他贴错地方了 复原 因为我们要贴到这个轨道呀 对不对 可是你现在是在这个轨道 怎么办 你可以把前面这个轨道锁起来 这个洞 锁定锁起来 再一次哦 贴上 贴上 看得懂吗 又也是走起 为什么 对 音乐声音也要给人家锁起来 OK吗 再一次 好 贴上 听得懂吗 OK 来 那我现在播的时候到这里的时候 播 他还是第一招耶 需要修改 快两下修改 好 这是要改成什么 第二招 好 我们点T 文字工具嘛 哇 他不让我改耶 哦 点错人 好 来 你看哦 不要再点T了哦 好 第二招咧 滑来滑去 所以我不能当国文老师 你们要换线 好 我就当电脑老师 就好 回来滑去 OK吗 好 如果表 假设背景色要换 这边背景色换一下好了 好 例如说 我换不同的好 换不同的颜色 确定 好 再沾掉 第一招 有没有不见 嗯 为什么 对嘛 你们都不理人家 人家明明就跟你说 它是个材料了 你们就硬要复制 好啦 给你复制 我想看你们下回 你们有什么反应 啊这两个不是都一样的东西吗 知道老师的意思吗 啊你干不就改回原本那一个 啊你就白做工的呢 而且你做得很快的 做到第10个 做回头发现全部都长得一样 那不是心情更不好 知道我的意思吗 怎么办 重来 3 好啊 这个第二招好了 来 请你到材料区 材料区 他们的本尊是同一位 在材料区 你要复制行 你就在材料区复制材料 复制材料 这边 你看你点它右键 它这边有一个重置 重置就是复制加贴上 你就不用复制 还是再贴上 你就重置就好 重置 就是有没有 title one copy 然后这个把它改成 title two 这个是 这是第一招 OK好 要改字 要改字 好 这是第二招的 这是第二招 因为刚第一招被我改掉了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两下 这是第一招的 改图案宽两下 好 我先把这颜色改回去 好 所以第一招 好 那个跳来跳去 翻译听得懂 它是靠材料的 所以不像我们平常 所讲的那个 处理的时候 只有 针对那个物件 直接复制 直接复制就好 不是的 它不是这样的概念的 好 所以呢 我们 点第一招 然后去吸一个蓝色的 好 擦掉 来 我们再看一次 当我们第一个 title one进来了 对不对 好 就是第二个 对不对 第二个请你按拖 放 就好了 所以它也是复制 没有错 只是说 它的复制 并不在 时间轴中处理 它是在 材料区域来处理 这样听不听得懂 所以它也是复制 也是可以很快速的 增加 但是方法不太一样 所以当你要做第三个的时候 一样点它右键 点这个物件右键 重置 好 然后把名字改掉 改成3 然后快按两下进来改变第三招 第三招做什么 再来飞去 还好它只有三招 不然我也没什么词可以用了 好 来 再来 颜色 颜色改变 背景颜色点它后 旁边这里 我就再换不同颜色 确定 好 关掉 OK 第三招是不是最后最后的 那我们把它拉下来第三招 那你就看它第三招什么时候执行 大概是这边这边 所以把这边拉到第三招 然后后面太多了 它超过了 超过的不然你就把它拉回来 把它拉回来 OK 它跳完到这边就好了 这样OK吗 做完咯 好 来 所以这整个就完成了 整个完成后 如果同学们要预览 来 首先记得儲存是重要的 因为当机是正常的 哪个乱题不当啊 对不对 好 再来第二个 当你在预览的时候 你看到中间这一条线 你们看到是红红的 红红的意思代表着 他没有经过算图 就是retender 他没有算图 他没有算图 那他没有算图的情况之下 如果你的电脑有点跑不太动 你直接按预览 会有点吃力 会比较吃力 有时候会lag 所以你可以先让他算完图之后 再进行预览 如何算图 按在游标放在前面 按enter enter键它会算图 对他再说他会算图 就是中文发言要渲染 啊白环纹就是他就会先算图就对了 就是去渲染的概念 他先让他跑过 然后跑过之后 你就会发现变绿绿的了 有没有 绿色代表他算完了 黄色代表不用算 我们格式是相同的 红色代表没有算 这样听得懂吗 所以他预览就会是比较顺 等于是说他需要执行时间 你把执行时间让他先跑完了 他预览就会比较正常 这是针对电脑 如果慢慢的规格不好的 就会非常的好用 好 来 到这边了 来 换各位 文字练习一下 是 请说 好 谢谢你 好 谢谢你 谢谢你 好 谢谢你